哪里哪里 大家中午好 大家都看过很多的见证 从小孩子到我们所讲 有病的都可以使用 所以很多人问我 天智精华谁不能是 答案只有一个 谁不能是死人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看一看 天智精华怎样来帮助你们的脑部发育跟保护的 基本上在不同年龄 我们脑部是需要不同的动作 才可以变成天才的 所以你就看得到 刚刚开始的我们所讲的 小孩子这个阶段 在脑部发育那个时刻 我们需要补充营养 让脑部发育坚全 如果你是中年的 中年就是我们的成年人的话 我们就要保护我们的脑细胞 因为脑死是活不回的 第三 如果你是年纪比较大的 我们算是50岁以上 你就要多做什么呢 强化脑细胞 为什么呢 在这个年纪 很多脑细胞开始萎缩去了 如果我们是小孩子的话 为什么要脑部发育坚全很重要呢 你就看得到这个图片 婴儿生出来那个时刻 脑已经有四分之一 跟大人一模一样 就是25% 所以他会不停在发育 到三岁了 他就已经80%了 到九岁就是100% 所以如果你要说 我要补脑的话 就是前九岁那个时刻才可以 所以小孩子必须补脑 到九岁过后 想补脑补不到了 脑已经不会再大了 所以补脑就是 九岁以下 小孩子必须 但是如果我们在中年的 我们需要做什么呢 所以在这边 我们所知道 九岁过后 小孩子的脑已经定型了 我们这个脑已经不会再长了 所以在这个阶段 我们需要做什么呢 就是要保护我们的脑细胞 为什么要保护呢 你就看得到了 很多因素会破坏我们脑的 比如说压力 药物跟酒精 如果你们有喝酒的 你要注意 你要补脑 脑已经伤到了 最后我们看的 我们就知道 如果是年纪比较大的 我们已经用了很多 用了10% 20%的头脑 用到脑了 怎样呢 我们要去活化它 其他的 如果不是 你会产生很多的 精神伤的 忧郁症的问题的 所以你看到 老人家最大的问题 是在这边 就是说脑部 没有去 活化它 它会慢慢 慢慢 猥琐去 如果你 这个脑部出现状况 年纪大了 没有去 活化脑的话 会有什么症状出现呢 包括很多 讲话 咬字不清 老化 肌肉下垂 OK 睡眠不好 或者晚上夜尿很多 都是一般上 我们所讲的 神经老化的症状 所以我们怎样去 保护我们脑细胞呢 我们可以使用什么呢 我们可以使用 天资 为什么呢 天资也是 三大功能 把营养带上去脑 过后也有保护脑 也有强化脑细胞 跟爱因斯坦的 神经脚细胞细胞 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我们可以用 天资 来制造天才 为什么天资 里面的成分 可以帮助到我们的脑部呢 我们来看看 第一个 里面所有的成分 都是100% 全天然植物成分 包括了 三